你们知道吗 千万别低估中国女明星在法国的影响力 可能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刚刚去那边过 我一眼就把您餐厨给热了 真的 你们那么火吗 有 这像这样的 前两天说过他老板说 他这就来巴黎了 说务必要跟我们见一下 谈谈之前那个大事 结果不见还好 这一见 我们一家人稀里糊涂白点了个饭店 就很离谱 这事吧 我到现在都没完全晃过神了 等明后天我把事情的经过好好捋一捋 单独给你们讲一讲是咋回事 孙祖的舅舅 学生大老远跑过来一趟 也别来跑了 就把餐车知道了便门口 请思考这忙活一会再回家 结果刚打开门 就听见前面有一个温柔的说中文的声音 我们一家人抬头一看 都愣了 赶紧招呼人坐下 三两下就给做好了一碗最高规格的面 这一边吃着周围围过来的人就越来越多 连路过的法国人也有认出圆圆的 就非得也跟我们这吃上一碗再走 尝一口烧肉 大伙一边看热闹 一边你一碗我一碗的点餐 没一会儿就把带过来的东西 卖了个溜辣镜 吃完了面 我妈跟媛媛落起了磕 才知道她这次跟闺蜜来巴林玩 想逛点不一样的地方 正愁没个本地人带带路 所以想邀请我去他们那儿做嘉宾 结果我妈高兴的说 你看人家大佬远过来 不仅没什么架子 还顺便帮咱引来这么多生意 并愁不知道咋谢谢人家的 那咱们这个巴黎待了这么多年了 带人家到处转着帮帮忙忙 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朋友们 你们说这个事我能去吗 哦 哦 你看人家点火 我说你 给我 宝贝